又到了一年一度 小朋友们引颈期待圣诞老人的节日 不过随着时代演进 气候变迁 圣诞老人也面对了更多的挑战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 圣诞老人总部今年 也紧锣密鼓地准备了各种对策 请问部长 全球暖化对于圣诞老人有什么影响吗 全球暖化以后对北极产生很大的影响 温度相较过去已经上升了大概4度C了 那在军阳暖化影响之下 涌动土大量的融化 就造成严重地层下陷 我们总部要不断的搬迁 这是其中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寻露的主食也都变少了 它的主食是第一 可是因为 现在有时候会下雨 不是下雪 而且以前的冰雪融化 又重新凝结变成冰了 第一都被盖在冰下面了 那这个寻露呢 寻露不同会找到主食 第一可以吃 另外呢 它通常找到第一的时候 必须要用它的体去剥开雪来吃第一 可是结冰以后 它再也没办法去剥雪 因为冰是挡破的 所以寻露就变成越来越瘦 因为食物减少了 所以它能够栽种的这个 能够栽的这个货物的重量 也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低了 那今年小朋友还能准时收到 圣诞老人的礼物吗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因为周全暖化以后 周围的喷流就往极区移动了 结果呢 当我们的寻露呢 架着这个雪窍 往这个 比如说往东飞的时候呢 那这个风速减少了 最后速度就变慢了 比如说从要到目的地啊 可能要多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比如说到台湾的话 所以因此呢 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去飞行 巡路变得很累 那一些飞行的时间变长了 所以要提早出发 我看它这时候 应该已经出发了嘛 疫情要早很多了 面对全球暖化 圣诞老人总部 是否还有其他应对措施呢 我们想了很多很多方法 首先呢 比如说圣诞老人呢 像台湾这个地方 觉得很热啊 那怎么办呢 那个圣诞袍又是这么的厚 太热了 所以呢 我们就设计的 比较像吊嘎式的那种 圣诞袍啊 所以它到了这个台湾 比较亚热带的地方的时候 它可以穿着这个衣服呢 去送礼物这样子 那另外呢 就是说 为我们发展了这个 新的这个食物啊 人造的第一 然后做到 能够产生更多食物给巡鹿吃 那巡鹿就不会那么瘦了 它比较有力 可以可以帮我们配送这个 这个这个礼物 那所以要呼吁大家呢 那我们要赶快的迅速 减少碳排啊 然后降低这个暖化的冲击 不然呢 我圣诞老人总部呢 会觉得很辛苦啊 要把每年 为了要把这个礼物送到 小朋友水子双牌的手上呢 是非常辛苦的 那如果可以减少碳排的话呢 那可以让我们更顺利 把礼物送到小朋友手上 为了减缓全球暖化的速度 科学家呼吁要保护森林 但为了制作圣诞树而砍树 是不是反而会释放出更多二氧化碳 加速暖化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树木是属于再生能源的一种 也是所谓的再生资源 那树它其实行光合作用 其实它是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物 累积在树底上面 所以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一株10公斤左右的圣诞树 事实上它储存有大概9.16公斤左右的二氧化碳当量在它树底里面 那这个其实是固定了这个短期的碳在它的树底里面 如果我们一般的这个塑胶的圣诞树来讲的话 它整个在生产过程当中 它所排放使用到的碳足基其实是远大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那这里面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些树木来自于哪里 那我们这个圣诞树的管理再利用不 我们其实是怎样 为了要提供给大家真正是属于符合环保 对于冲击也对于环境的冲击降到最低的这样子的树木 我们提供给社会大众来做使用 所以在环境的冲击上来讲应该是降至最小的 就像一般的农作物 我们只是从树木的农场提供出来给民众当作圣诞树使用 比你去购买塑胶的圣诞树来讲的话 我想那是更环保的 那么这些使用完的圣诞树 圣诞老人总部是否有回收再利用的方法呢 对我想刚才我们谈到了 树木是再生资源的一个部分 而且它在使用过后 它其实是能够集中 它还是属于生物质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做堆肥 或是做其他的再利用 最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是木颗粒 来作为替代燃料使用 那做成木颗粒的时候 它的热值其实相当于煤炭的一个热值 就是至少大概减少了 百分之九十的这个碳排放量 所以对我们地球来讲 其实是相当环保 透过AI分析大数据 圣诞老人可以精准掌握小朋友的喜好 选择适合的礼物吗 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现在AI的技术里面 有一个领域叫做推荐系统 那推荐系统就是想要帮用户推荐出合适的商品 那如果我们把用户当然是小朋友的话 那我们要推荐其他的商品 可能就是圣诞节的礼物 什么样的AI可以做到这点呢 其实可以做得到帮圣诞老人推荐的商品 给小朋友的技术其实有两类 一类是基于内容的推荐 然后另外一类是基于其他类似使用者 其他小朋友的喜好的推荐 那针对基于内容的推荐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设法去知道说 小朋友平常喜欢什么样子的动物啊 然后喜欢什么样子的颜色啊 然后他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朋友的习性 比较适合哪一种类型的商品 那我们可以把现有 比如在电商品上面的商品都把它手机起来 然后看说究竟是哪些商品 符合这个小朋友他喜欢的这种样貌 然后这些就可以让生到的人推荐给小朋友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呢 是基于其他小朋友喜好的推荐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 同年龄的小朋友 如果通常都是小女生 然后呢可能都是介于 两岁到三岁之间 那我们就可以去找出说 类似在这个年龄限制之下 然后的其他小朋友 而且是女生 而且可能同语言都是中文 然后是居住在台湾的南部 那类似这样的小朋友 他们曾经喜好 喜欢的商品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商品推荐给 一样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小朋友 让生到的人去送这样子的礼物给他们 在使用这些AI选择礼物的时候 礼物调查研发部是否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我们就是在帮生到的人服务的一个团队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扮演生到的人的角色 然后逐家逐户去收集小朋友 要对于他们喜欢商品的喜好 比如说去问他们喜欢什么样子的颜色 喜欢什么样子的图案 然后并且要把它数位化记录下来 填在电脑的表格里面 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在我们的商品的资料库里面看看说 这些商品的资料库里面有准备了什么商品 那把这些商品跟小朋友的喜好对应起来 那收集到很多这样子的资料 我们这个团队其实要组一拜访不同家家户户的小朋友 其实蛮困难的 有些小朋友其实比较难控制比较难配合 因此我们认为另外一种涉及到小朋友的喜好的方式呢 是透过一些比如说 因为现在小朋友可能会透过一些iPad 或是一些数位装置来做学习 那我们就可以去透过小朋友在数位装置里面 我们的学习的历程里面去知道说 小朋友的喜好是什么 那他是对什么样子的产品 不管是用的还是玩的还是吃的是比较感兴趣 那有了这些商品的季度之后 这些都已经是数位化了 那其实我们比较容易跟既有的商品连接在一起 然后把它做出准确的推荐 不过这些电子产品都是小朋友的爸妈买的 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准确度呢 我们觉得圣诞老人我们的团队比较困难的就是 我们不知道这个软体究竟是爸爸妈妈想要给小朋友的 还是小朋友真的喜欢的 那甚至不同教育软体游戏软体里面 爸爸妈妈可能也会协助回答 所以其实我们最终会比较难去让AI去判断说 这个喜好究竟是来自爸爸妈妈还是来自小朋友 所以要如何去准确去提取出小朋友真正的记录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蛮大的挑战 话说回来收集这些资料会不会有资安的问题呢 现代人都住在高楼大厦甚至也没有烟囱 为了因应这种变化 圣诞老人都做什么训练来完成送礼任务呢 我们这边为了让圣诞老人完成 顺利完成每年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这个送礼物的任务 我们从运动 饮食 还有肠胃道均向跟睡眠 四个方向去改善 圣诞老人的体能 让他可以更完整的去更顺利的完成 他送礼物的这个任务 那首先我们在运动上面 其实让他增加了高强度间歇运动跟重量训练 那也有效的提升他的记忆跟体能 让他可以在这种高楼大厦林立的这个环境下 更有体能的可以完成送礼物的这些任务 那在饮食方面 我们除了他平常的饮食之外 我们也让圣诞老人在做完高强度运动之后 马上补充乳禽蛋白加上充分的淀粉类的食物 让他增肌减脂的效果可以更好 所以他可以变得身材变得更健美体能变得更好 那在肠胃道方面就是当你肠胃道不好的时候 其实你会引发全身的发炎 进而就造成变得比较胖 而且增加肌肉的能力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使用益胜菌跟膳食纤维 让圣诞老人补充之后 他可以让肠胃道变得比较好之后 他做运动 增肌减脂的效果就会更加累 那在睡眠 当你熬夜或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 其实你身体也会变成 比较容易变胖跟体能下降 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制造礼物的这个产件 我们就把它自动化 所以圣诞老公公不用每天熬夜去做礼物 所以他现在都可以准时的上床睡觉 而且用了一个很好的睡眠品质 所以现在圣诞老公公他也有一个很健美的身材 有点棒的技能来完成这个任务 那只是因为为了维持小朋友对圣诞老公公 以前美好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让圣诞老公公穿上厚重的衣服 让小朋友看到一样像以前这样非常和蔼的圣诞老公公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健美心神了 为了全世界孩子们的笑容 即使辛苦 圣诞老人还是费尽心思跟上时代 看来今年的任务也能顺利完成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恤 陈兰 虚子